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镖玩乐频道 在开始今天的影片之前 提提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和我们的视频频道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钟标知识和故事的话 可以加入明镖的Facebook专页 最后如果想买标买标 可以在明镖channel.com 看看我们有什么要寄购的标 或者寄购自己的标 MWC是一个提供手标服务的平台 除了提供寄购和购买手标服务以外 还会提供代订明镖服务 连订造标带也可以找我们 所以无论买标买标 总之想到和标是关系 上来找我们就可以了 期望去MWC见到大家了 最近香港人的热潮 除了MIRROR、CORLA、肉类切割园 这些就算不算了 当然还有就是相隔36年 力尽艰辛终于成功上到画的Top Gun 续杂 亦都因为这样 所以最近MWC查详度最高的 其实飞行表率也是其中一种 尤其是IWC的Top Gun 图示款 不过可惜 其实MWC 的Top Gun 图示款 一早就已经卖光了 所以令很多师兄们失望 又见及此 今天找了MWC近期 寄买一只IWC的飞行表 来拍片给大家看 个人觉得IWC 这一只绝对比Top Gun 系列更加有收藏价值 事不宜迟 去片 好了 看到一个非常低色的盒子 我觉得有点不太好 因为这个有纪念价值的 一个这么小的限量版 都是用一个这么普通的标盒来装 我觉得诚意有点欠缝 这方面我觉得可以再改善一点 我们打开这个标盒 拿出标盒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角 IWC 型号IW515202 Big Pilot Monopushed Chronograph 的小王子限量版 其实我本来不想再拍 IWC 的小王子系列 因为之前已经拍了两集 两个IWC 早期非常有诚意和创意的小王子版本 近期IWC 的小王子 我觉得算了吧 我觉得真的有少少就为出而出 IWC 这几年很多时候 都是弄到整个蓝面 再跟着小王子在标底 就当是一只小王子的特别版 我觉得没什么拍片的意义 如果真的MWC 收到这些小王子的话 拍照、出一下IG、Facebook 打断短蚊 再在星期四直播两下上吹吹吹 我觉得就足够了 但是唯独我手上今天这一只 IW515202 我由去年2021年它推出的时候 我就觉得IWC 的小王子之魂 终于都输成了 一直都找机会看看 找不找到一只来拍 终于强大的意念改变现实 终于等到有一只 在IWC 出现在记买 立即趁着这个TOPGUN的飞行标尾潮 拍来和大家一起追一追 这个漂亮标 如果真的要仔细说 这条片的资讯性 将会相当之巨大 真的拍整个钟都不出奇 好歉之前也有说过 IWC 小王子和大飞的历史资料 关于IWC 小王子的历史 就可以参考我OP145的那条片 而关于IWC 大飞的历史 就可以看我OP193的那条片 我就不再说一次了 我今天手上的这一只 就是IWC 在2021年推出的 限量只有500只小王子 Monopusha Chronograph 大飞 先讲讲这款的基本规格 直径是46mm 厚度是14.6mm Luck to Luck的距离是55.7mm 而标耳的幅度是22mm 防水有60米 和有一块微微拱起的 南无石水晶镜面 标壳是不瘦钢製造 配一条啡色的小牛皮标带 因应标的尺寸 所以标带的厚度 都挺厚的 和一般IWC 大飞一样 都是一个Boss Stitch的缝线 还有一个瓦钉的装饰 标扣是一个Z型的摺碟扣 也是典型IWC大飞的那种 即是用力拔的那种 没什么特别 而标壳 就是一个主要是法斯文的打磨为主 但是在边位 其实仔细看 都有少少的度角打磨 叫做大飞 这个标馆 当然是一个洋葱头式的 刀三角形的造型 这个也是大飞最适合的标志 标圈零零细细 可以看到有一个抛光处理 用来衬托这个小王子版本 太阳放射文的一个蓝色面 在这么多只IWC大飞之中 除了43mm小大飞的简约版之外 我会喜欢这个大飞多很多 因为传统的46mm大飞 右边的8日链的动力储存显示 令整个标面不太平衡 我看得不太顺眼 而这个小王子大飞的布局 看上去就舒服很多 3点钟的日期枪 小小过 而下面的圈是一个小秒针 上面的圈是一个分钟显示 就有一个小时的计时 时分针和这个计时大秒针 就用回IWC大飞的很典型的造型 而最值得欣赏 就是所有阿拉伯数字 都是菌金属边的立体造型 斜望上去 其实会看到整个标面 是非常非常有立体感的 分钟的刻度有别于一般的大飞 每秒钟 可以看到是细分了四格 除了令到这个计时功能 可以看得更精准之外 也令到这个标面看上去 质感就丰富了很多 所以阿拉伯数字和指针 都有填入Supernova的夜光物料 而且那个夜光效果是非常持久 以及非常光亮 可以说是我见过其中一个 最美的飞行标的夜光标面 反转到标底看一看 可以看到这个小王子的标款 有一个透底的机身 可以欣赏到IWC自家制造的 59365的手动上链机身 这个手动机身是IWC最新研发出来的 而今次的标也是第一个配置 就是这个机身的标款 通常大飞因为有防止软铁 就用一个密封的底盖 而小王子的话 通常在这个底盖 就会丢了一个小王子在标底上 这一只大飞再加小王子 用透底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 因为它是手动的 所以就不会有一个自动托 就会担着我们去欣赏这个漂亮的机身 机身的性能方面 浸贫28,800 这个机身的动力储存有192小时 即是有8天的动力储备 而普遍IWC大飞的8天的动力储存 显示在标面上显示 而在这个新机身 就移到标底的机身上 以及上面有一支蓝钢指针 去显示8天的动力储备 这一个我觉得绝对是大大加分的一点 而机身甲板 也有日内亚波文的打磨处理 再加一些基本的导致打磨 就是一般IWC的水平 其实就没什么特别 而在这个机身上面 IWC也很贴心地在甲板上 就开了一个洞 让你见到那个计时的杜柱轮 所以如果是手动上显示 和玩计时的话 我都会看着这个标背 一路按计时 一路看着杜柱轮动 其实都挺过人的 这个也是玩机械标的一大乐趣 我现在试一下如何操作这支手标 给大家看看 首先因为它是一个飞行标 没有防水功能 那么就这样向上转 就是上链 在上链的同时 当然 好像我刚才所说 看一看 那个标底 这个动力储存显示 一路上链 其实它就一路向上移动 不过就动得比较慢一点 因为这个机身 没有剁木料的上年系统 所以上年的效率 当然没有那么有效率 大家慢慢上了 都是乐趣之一 如果要调整日期 当然第一件事 首先将它调整安全区 大概六至七点的位置 如果把霸的拉开一格 这个时候就可以调整日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调整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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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都是老规矩 看看换日期的情况是如何 不是一个信条的机身 会这样的 不过换日期那一刻 都是拍的声音很大声 调整完这个时间之后 就把霸的拉开 按完位置 接着就是这个计时的功能 这个计时机身 这个计时标款 就看到只有一个霸的 因为它是一个monopusha 就是一个单按计时 因为传统计时的标款 上下这里 会有一个启动键和归零键 这一个单按计时 就只有一个键 所以启动 是在这里 这个洋葱宝的有一个键 按下去 就是启动 如果要暂停 都是按下同一个键 暂停 跟着归零也是同一个键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盗柱轮 启动 暂停 所以 所有的计时操作 都是一个键 搞定 计时和基本操作就是这样 以上就是这支表 所有的操作 我现在带上手给大家看看 好吗? 虽然我真的很喜欢这支表 亦明白人生有缘无份之事 十常八九 这支表 46mm的直径 已经直接派了一张好人卡给我 我的手腕只有154mm 绝对不 Rain 可以够拥备这支 46mm的腕力 这一点对于我来说 是这支表 唯一一个缺点 但这也是一个 最致命性的缺点 如果那支表 不适合我带的话 我就一定不会买 因为我觉得 认真带着手指表 才是对这支表 最大的尊重 所以今天要省下了 不過也無阻我拍這條影片給大家欣賞一下這款錶 始終是一款IWC近年難得非常有誠意的一款錶 而且是限量版 IWC的飛行錶我已經講過不少了 為何這條影片的名字指這款IW51520是小王子大飛的巔峰之作呢? 因為它有幾個破格的設計 首先就是它是第一次附屬有計時功能的大飛 試想像一下如果在大飛的洋蔥頭的標關上 上下都有一個計時的啟動鍵和龜龍鍵 是一件我覺得蠻怪計的一件事 為免令Granseco那些年的Triple Nipple Case的搞笑造型再現 所以IWC就做了另一個破格的設計 就是Monopusha Chronograph 這個也是小王子和大飛系列第一次出現的單按計時款 最後就是特別為這款小王子大飛度身訂造設計的八日鏈手動機身 八日鏈這麼長的動力我覺得也不需要自動妥 手動上鏈一個星期上一次鏈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件頗享受的一件事 限量500隻也非常有收藏價值 所以這隻標由外至內也非常吸引到我的地方 如果不是真的不適合我帶 我一定會買一隻來自肥 這一點真可惜 這隻單按計時款的小王子大飛 現在已經在NVLC記錄了 官方定價是港幣13萬3千元 在NVLC記錄的話 當然是低於公價 而且這款也是極難在外面買得到 屬於可遇不可求有錢也未必可以輕易買得到的款式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NVLC的官方網站 RingWordChannel.com看看詳細資料和寄賣價 亦都隨時歡迎親身上來NVLC 上手下這隻實物 以上就是我今日的開心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叫做Light Show 或影片記得按鐘即是訂閱我的頻道 我一出新片就可以在地上下通知好大家 如果想知道不同的鐘標知識和故事的話 可以加入RingWordChannel的Facebook專頁 如果想買票賣票 可以留待NVLC的功夫網站RingWordChannel.com 如果看片段還有靚相片就要Follow我的IG了RingWordChannel 你的支持就是我的分享最大的努力 下次再見 拜拜